漫漫人生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我其实没戴眼镜 就看不清镜头里的自己 我甚至都看不清 我的嘴一张一合我都看不清 开心吗是不是 然后也嘚瑟嘚瑟这个眼睛 看不见就看不见了 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 就是我这一次去做眼睛的时候 我意外的得到了一个消息 这个医生告诉我说 我的情况即便是不为了这个年轻 也应该来做这个眼皮的这个提升 是什么原因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讲讲我爸爸 就他年轻的时候 就一个眼眉就调得很厉害 然后一直到了七十岁 大概七十岁左右的 七十多岁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的这个眼睛呢 就眼皮呢就越来越松 越来越松最后就把眼睛全挡上 蒸不开了 然后蒸不开呢就去到医院啊 去看 然后医生就说他是那个叫 肌无力啊 当时医生说就是最担心的还不是眼睛 肌无力还担心他全身 如果要是发展成全身肌无力 那人就瘫痪了嘛 所以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是我带我爸爸去看的病 然后呢就是医生说 因为那都很久很久以前了哈 就是那个时候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那个要是不发展成全身的就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就是生活不太方便 不影响其他的 想办法哈 说怎么能把它给他这样抬着嘛 后来呢就是找了一个 就是那个 我们衬衣 不是有那个塑料的这种小夹子嘛 然后就用那个小夹子 就是我爸爸就把你眼皮夹着哈 每天睁开眼睛就要把它夹起来 就这样一直这么夹着 然后呢 一直到晚上睡觉再放下来 就这样一直到我爸爸去世是88岁嘛 18年 自从我爸爸检查出来眼睛的这个几乎力以后呢 我就很担心 因为担心我老了也会像我爸爸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多 就是包括我的皮肤啊 就是比较紧实啊 然后不爱长皱纹呢 都特别像我爸爸 因为我妈妈就属于那种 皮肤特别细腻 她又白 皮肤特别松 像那个就是一摸起来 那个像我手一摸可硬了 像我爸 我妈就属于那种一摸特软 就那个皮肤特别软 特别松弛 我姐姐 我大姐就像我妈 然后我呢 就都像我爸 尤其过了55岁以后哈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眉挑的就很厉害了 而且呢 就是这个地方嘛 经常会不舒服 它可能是太疲惫了哈 太累了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拿那刮板 把它刮一刮 我一直认为是我的坏毛病 就是老挑眉哈 我想着说 我遗传了我爸爸挑眉毛的这个习惯 我就想怎么怎么办呢 这个人为的控制 我完全就控制不住他 他就不停的挑 后来我就想着说 我去咨询了一下哈 我说能不能就是打一针保妥事 让他停止肌肉停止运动 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肌肉不是有记忆的吗 因为保妥事一般三到六个月嘛 我想着说三到六个月 这个肌肉就会忘记他老去这样挑动了哈 他可能就不挑了啊 结果人家跟我说呢 不行 他说那个 因为如果我要在这个地方打了这个保妥事呢 就会压眼眉眼皮 就会影响抬眼皮 说这个地方是不能打保妥事的 那我就没办法了哈 我这一次去见这个医生啊 这个医生一见我 他这么一动哈 他就说你眼睛有几乎力的问题 哎呀我他一说我心里头就咯噔一下 因为我就怕这件事哈 他说你现在呢 这个眼眉这个不停的挑眼眉哈 他说不是你的坏毛病 是因为你这个眼睛的提积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呢 他就会挡你的视线 然后你这一块呢 他就肌肉呢 他就本能的参与进来 带偿你这个提积的这个作用 靠挑眉毛 然后来把你的眼皮撑起来 要否则你会挡你的视线 就人体的一种本能带偿的一种一种能力 他说因为这个肌肉的功能啊 是用尽非退的 他说你现在的这个提积啊 他还有功能 但是呢你未来不停的用他来带偿的时候 慢慢的他就用尽非退了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力量了 然后这个提这一块呢 带偿到一定程度呢 他也没有力量提起他来的时候 就会像你爸爸那个问题就会发生 我让我这个地方正常 不要动 然后就看我的眼睛 确实我这个眼睛就 就很明显比这边要垂下来很多 所以你看你现在 如果他不带偿 这个地方就挡着眼球 所以说你就不停的这个地方去带偿 所以不是坏毛病 你根本改不了 就不为了年轻啊 就为这一个问题 你也需要做这个手术 又当时他这样一说哈 哎呀我就觉得 难怪我这心心念念的就老想过来啊 终于在这个临走出国之前的这个 还有14天的时间 我终于跑来做了啊 这个冥冥之中 这个老天就在告诉我 就要做这件事啊 然后我就特别庆幸啊 我来做了这个手术 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啊 我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呢 就我一做起来 哇这眼前 这个视野这么开阔啊 其实哎呀这个是我很意外的哈 那医生就笑了 他说肯定是的 他说因为你在慢慢的这个眼皮垂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习惯了他挡你 你不知道他挡着你的视线 其实是挡视线的 这个做完以后哈 哎呀真的是这个眼睛 真是眼前一下子特别明亮 我就觉得我往下看的时候 我都能就是余光都能看到上边 之前我已经看不到上边了 可是我竟然忘了 应该看到上边 自己是觉得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所谓的优雅的老趣哈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老趣吧 因为你的生活品质 其实是下降了很多的 只是我们自己就是习惯了 不知道而已 做完这个手术哈 我回头看了看 就是我临去之前的那个视频哈 眉飞色舞啊 其实就是我这眼睛不停的这么挑 用力的挑着这个眼眉 可是我之前我自己竟然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现在做完以后 我这眼眉真的就不动了 就不挑了 因为他也确实累坏了 累了很多年了哈 我看了一下医生给我切掉的这个眼皮哈 这个眼睛切掉 比这边多了差不多一倍啊 这么严重啊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哈 而且切下来的还挺多 大概有这么多哈 就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会切下来那么多的眼皮哈 可想而知 我的眼皮已经垂到什么程度了 可是大家看起来觉得还行 我也觉得还行 其实我自己肉眼看哈 就是我自己在镜子前面看 我觉得是有下垂 但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是一照相就很明显 一照相我的眼睛三角眼就很明显 切下来以后我才知道 哎呦需要切那么多 我才能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哈 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哈 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呀 心花怒放啊 就开心 开心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不是第二 第一天做完手术 第二天换完药 我就去那个做火 做高铁回来的哈 为什么做高铁呢 是因为那个院长告诉我说 呃有一些航空公司呢 他要看到你有伤口 他不让你上飞机 呦那我这样想 那我就去坐高铁吧 其实这高铁比那个飞机费用还贵 然后时间还长 一路上哈 我就拿着手机 就这样看 看自己哈 呃其实因为我看不太清 但是我能看清这个轮廓 把眼镜摘了以后 看这个轮廓哈 然后哎呀我就觉得 真年轻啊 就年轻五六岁的感觉哈 自己心里头那种 那种喜悦哈 那种开心 呃就是没有人愿意衰老嘛 而且现在的技术确实是 呃好了太多了 就不用说说啊 几个月以后看不出来 我现在就看不出来 因为呢就是我儿子 儿媳哈 他们谁都没有看出来 我回来那一天 他们去接站的时候 正好十四天 我想着说十四天嘛 就是有可能会看出来哈 呃所以他们接我的时候呢 就没有看出来 没有看出来 我想着说可能比较匆忙哈 然后到了家里以后呢 因为我们就站着 就很近距离这样说话嘛 然后我跟我儿媳 因为我儿子嘛 我想着说男孩子心粗 然后我跟我儿媳 面对面说话的时候 他也没有看出来 然后我还特意把手在这 糊了一下弄一下 我想让他 把他的视线吸引过来 直到现在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发现 我做了这个 我做了这个提升的手术 我有一个朋友 以后我给他带的 他的驾照嘛 他来取他的驾照 然后他这一开门的时候哈 他看了我一眼 他说 哎 他说你是瘦了吗 我说没瘦啊 他说我怎么觉得 你哪块有变化 好像年轻了 好看了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哪变化了 反正看着好像年轻了 好看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我其实不是对眉下切口 那个排斥哈 我更多的是不想动眉毛 因为眉毛属于五官嘛 因为我就不愿意动五官 然后我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个 他说因为那个年龄大了以后的运势呢 是鼻子往下了 这已经过了 这眉毛是年轻的时候的运势了 他还跟我这样说哈 其实呢 我现在知道了 它并不是切眉 就是所谓切眉切眉 是我们大家俗称叫切眉 因为我问了一下这个张娇娇医生哈 他说 其实这个手术 眉下切口这个手术呢 完全不提眉 它没有提眉的任何功能 因为没有动你的提肌 所以它没有提眉的功能 只是把你多余的皮剪掉了 它并不叫提眉 更不叫切眉 因为过去可能是那个手术 会把眉毛给切掉一块哈 然后再去闻呢 因为我就很不喜欢闻眉哈 就闻的东西嘛 你只要近距离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这么好的眉毛 我是绝对不想去闻眉的 我第八天 一拆线 马上这个眼睛 马上就看不出来 还是与他的这个手术的水平 缝合的技术 还是有关系的 我是觉得哈 所以我很开心哈 就是我这一次做这个手术呢 冥冥之中坚持哈 去做是对的哈 然后还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院长呢 说我的眼睛已经是 特别黑白分明又明亮 60岁人的眼睛哈 他就有点浑浊 有点发黄 人老朱黄嘛 然后他那小助手也说 他说你这样的眼睛在我们长沙就叫狗狗眼 我说为什么叫狗狗眼呢 他说你看那个狗狗的那个眼睛就特别亮 你就叫狗狗眼 哎呦 为什么呢我自己从来不观察我的眼睛哈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近视眼这几十年戴眼镜 就是没有什么可看的 肯定是很吓人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这个做视频这一年半啊 对这个眼睛伤害是损伤是非常大 所以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眼睛就毁得不像样了 所以我从来也不看我的眼睛 他这样说完以后呢 我就回家没事就盯着眼睛看 我就觉得因为我的眼睛是很灵动啊 很亮啊 很黑啊 所以我就想我要做点什么 因为我之前呢 因为这个眼睛累嘛 我就想着说每天早晨起来 就左边转一百圈 右边转一百圈 我就想做这样的运动哈 我坚持了大概有十多天 不到二十天的样子哈 就不坚持了 说实话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难 其实都有效果 很难做到的 然后今天早晨呢 我想想 哎呀 我这个眼睛明亮我要好好保持 我有一个朋友哈 他坚持有二十年 他每天早晨这样眨眼睛 然后扣齿 然后我问他为啥你要眨眼睛 他说眨眼睛是练眼球的 可是我觉得眨眼睛应该是练眼皮的 所以我不想眨眼睛 我觉得眨眼睛会把这个眼睛上 眨出皱纹来 所以呢 我觉得是要动眼球 练眼睛一定要动眼球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开始转了 转完以后呢 我就想起来就是我想着说未来哈 我脸我不会做什么 我做了这个眼睛 我就很满意很满意了哈 那个我就想着未来呢 我就会在脸上那些运动啊 做运动运动脸上的肌肉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相信的哈 其实我没有毅力 然后我就想着今天早晨开始 我说我要做 因为我这个印第安纹 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这块下垂了嘛 我就想着说我要把这个地方 我昨天从网上查了查 说是用手按着他 然后把嘴露出八颗牙 然后这样 呃呃 然后今天早上我就 其实我就呃呃呃呃 结果 豆角哥在这个隔壁书房工作呢哈 急急忙忙就跑过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 他以为我做噩梦了 在说梦话 我说你干啥 他说我以为你说梦话呢 你这发出什么声啊 是不是能这个 把脸上的肌肉好好练练哈 我挺相信这个肌肉训练呢 这方面啊 我还是挺相信的 然后也有人说 哎呀你应该印第安纹那么重 你应该做做什么叫什么来的 线雕哈 我肯定不会去做线雕的 想动这些东西 我做一个眼睛这个提升啊 做得很成功就可以了 脸上如果不自然啊 就不灵动 就是有皱纹其实不难看 要自然要灵动 如果要是脸上一个皱纹也没有 然后脸上一动不动的啊 这那种僵硬它其实不好看 然后都不需要 我都是拥有点 但是请不吝点赞 谢谢你 对我做一件事 那么 tah 我们下 击两个人 我们下集完